没错那也是看到了我们今天首场来自于BRK和WCP 可能大家光看这个板子不太了解啊 因为跟我们平时的5G5不太一样 我们是分为一个大场有四个小场 前两个是1V1 我们也能够看到第一场可能是汤姆和Zumas的一个较量 其实这个资格赛当中有亮相过 其实大家如果关注到我们比赛的话 应该会对他们的操作会有一些印象 来吧也是期待已久了 看下咱们嘉年华副舞台的第一场较量 第一场较量非常关键开个好头啊 来 哎呦还是熟悉的味道啊 远程打进战 solo赛就整卢西安是吧 而且大家选卢西安基本都是这个炫彩的皮肤 原句话的汤姆 第一波赛这个草丛还是有设计的 断线了断线了 这汤姆感觉一段时间没见 他solo赛的功力还是没有下滑 这段时间一直在打训练 上台中思路非常清晰 和鱼先断线 先把这个和卢西安线上比较强势的这个对拼期给过去 对规避一下卢西安的一个强势期 而且其实大家也可以就因为我们现在手游的一个这种擂台赛非常多 就无论官方还是说这种全民的这个擂台赛喜欢想去参加可以去尝试一下 但你要注意啊像汤姆这种就属于得不偿失了 啊 舒马斯 怎么说 拉开距离 这波汤姆就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不能太贪 可以 就多贪了一波线 他的这个时候舒马斯已经过来找他来断这个兵线了 那这样其实汤姆非常亏 因为他相当于是第二波线的经济和经验亏了一半 而且在我们solo赛这个赛制下面也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塔二血七千五的这个经济 而且我其实一直很期待在我们5.2这个版本里 这些空头的加入会不会影响到我们整个solo的较量 海克斯科技军队到来加上沙歇 看一下长手英雄强势期四一打三级 往后拉一下但雪亮已经被吓到一半了 不对了不对了 一身的红度但是鳄鱼没有反打的机会啊现在 露了个炮车 总结起来亏麻了 亏麻了呀 那现在来说 其实对他们不着急嘛 他第一波的设计就是拖一个后期 他其实到5级有大招之后 才是他展示自己肌肉的时候 开启 可以直接打了个空气 但影响不大 4级咬过去 诶但吃了反射塔的伤害 舒马斯的状态其实也被打下去了 拼了一半的血 哎呦都展上线了 A不到了 蝶被动 呃把被动给打掉 看刷能不能刷新自己的三技能 呃在死和亏兵线之间 还在抉择 汤姆好想到5级 能不能让我到5级 5级反差机会咬上来 4级 能换掉吗 点燃最后的伤害炮车再A一下 到了6级 舒马斯甚至自信回头 可以 舒马斯也是给汤姆带来了 来自于这个 桑巴足球 桑巴的这个先进的对线经验 可以 热情的打个招呼 哇那这样有点难玩了这个鱼 6级打4级 1000块经济差了 而且我觉得这个1000块对鳄鱼来说倒还行 关键就是 他打到现在 装备上面 呃 路线已经有续航能力了 嗯 而且我们其实之前在考虑过 这些空投会不会影响到单线的一个对线 我倒还蛮想看在我们这个舞台上面就是空投的影响 看这一波变大了 但是也被上了个虚弱再打一套 汤姆已经到了一个要危险的血量啊 满身的怒气无力施展 汤姆这一波没办法又被打出一个强弓 舒马斯传品的一技能再次命中 再滑上来技能好了 红度回口血但没有用啊 消闪过来 再拿自己三技能CT 哎没赚好 那只能让汤姆跑掉了 没有技能了 那这样的话下一波对拼当中 汤姆是领先闪现的 嗯 把沙歇摇出来 但汤姆也来了 穿一下 哎呦这波技能躲完了 一段一两段一 他们这个位置还有一个闪现 追着凭A就能拿人头啊 呃 数值的魅力 哈哈 还是七级之后鳄鱼的舞台出来了 数值的魅力 嗯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我们今天的水上乐园 有泳池派对皮肤的英雄 一会看看 可以一会看看 鳄鱼不就有一个吧 嗯 没毛病 这样清完线之后 经济差 是 差四百块钱了 这波打完感觉 卢仙不好打 非常难打了 在 之前超级联赛当中 卢仙要取胜的话 他还有一个 攒七千五百块钱的选择 就以往的长手打短手 一般就利用兵线去磨肚层嘛 磨肚层去累积精气 嗯 这样的话 等到肚层结束的那一刹那 卢仙是可以利用臀线去把伊塔给推掉的 但现在被击杀了一次之后 康姆这满身的肉装啊 其实让舒马斯有点招架不住啊 空头不敢捡 捡了一个激光的增强伤害 怎么说 闪现没闪的卢仙 这波想走 被挂了个点燃激光 诶 滋歪了 但是没关系 再一个横冲直撞过来 硬杀了这是要 脏杀嘛 伤害还是选择从三角草迂回 不着急 只要果子吃完了 果子吃完了 而且舒马斯康也挺细的 就是在吃果子之前 他没有A鳄鱼一下 就是小凡甲这个重伤的debuff 是没有让卢仙给吃到的 对 基本上是把这个果子吃了一个 回血的一个性价比最高的状态 哎 杀鞋上单对拼还是转啊 直接线上可以帮着补兵 或者说你可以直接累积防御塔肚层的阶级 强行顶线啊 拿自己的状态去顶线 这波鳄鱼也回家 也是要往破坏方向去做 那这样的话两边都有一定的这个回复桩啊 都有这个吸鬼结账 其实第一波出的这个小凡甲的性价比是底线出来了 但是现在两边经济来看4500左右 卢仙如果是能通过 攒7500块钱的话 也是一个获胜的选择 不过现在正面对拼的话 汤姆还是有比较大优势的 对 卢仙也不会选择跟你拼到底 我感觉舒马斯这把这个出装啊 我小小的质疑一下 我觉得打鳄鱼出破败性价比更高 对 他现在有点往隐血的那个状态走 扫一套 汤姆觉得在给他挠痒痒 不用过来 有点小兵去之气的那种 那么多的感觉 但现在 汤姆 一套感觉也消耗不了 舒马斯太多的血量 对这个身位的把控 竟然现在做的还是很好的 二技能看到了咬住 但伤害有点不在够啊 现在两边其实都拿对面 没什么太多的办法 汤姆是苦于自己 有点难摸得到他 而且留人能力稍微有点弱 因为自己破败还没做出来嘛 追击能力不太够 而舒马斯就不用说了 就纯打不动 打不动 而且现在他蓝量消耗很快 嗯 再叫兄弟 杀一些姚人 汤姆一个身位 太大 开大 不会要月吧 对面有虚弱的呀 直接来吃肚层 哎 闪现 挂虚弱 闪换闪 再A 卡子弹 嗯 差些 打了一个150 给到恶鱼身上 这波 舒马斯 很亏啊 汤姆的经济完成反超了 嗯 现在得强行去点这个防御塔了 因为恶鱼回家出来 不点吗 但确实好像也点不了 因为防御塔 根本没有磨多少的血量 是的 也会耽误自己回家的时间 汤姆 补了一个破败 直接回到线上 有小凡甲加持的情况之下 他现在只要能碰到卢西安的话 卢西安会非常危险 嗯 而且装备有差距 卢西安这套装备是没有重伤的 现在等卢西安过来 兵线很好 把小兵去制掉 怒气也很好 汤姆选择想上 有破败 这套障害非常高 再一摇 把你打退 囤魔线进塔能月了 嗯 而且卢西安只有一段的三技能 可以进行位移 汤姆实际得当 他可以使用两段了 对 现在 施马斯想要强行多消耗汤姆一点 但这波兵线到来 这可能就是卢西安的死期 汤姆过来了 再一咬住 卢西安走不掉了 恭喜汤姆 以二血作为胜利的条件 赢下了第一场的胜利 恭喜汤姆 在前期打的相对比较被动的情况之下 后期还是能稳住自己的发育 拿下了第一局 我们的开门红 对 而且这把其实对于汤姆来说 一开始我觉得是稍微有点不适 但在场上的两位选手也是这样 来吧 看一下 我们第二场 两位选手的一个较量 Amaroc和肖炎 来了 我们今天呢 还是看英雄选择铁男登场 这个对线肖炎选择了卡莎 在我们背景故事里面来自于诺克萨斯的莫德凯撒 我之前还关注过背景故事 铁男这个英雄真的很变态 就是他是背景故事里面的King可以这么说 是非常非常有实力的感兴趣的可以多关注我们英雄联盟宇宙 是的尤其今年双城车战第二部马上也上映了 对 还是看对线一级铁男学三技能 这是真无情铁手啊 断魂一个 主要面对的又是一个卡莎 怎么又是重装战士打长手 看不下去了 真看不下去了 没毛病 本来感觉过了那么过了一段时间了 应该不是这样的吧 但是又回来了 现在这个长手打短手一定是我们solo赛 甚至是这个二位爱刀中的一个主题嘛 到二级 但我觉得这个线埃美尔克处理的很不错 你看他的兵线就放在塔前 然后不让兵线那么轻易的进塔 对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做得很好的行为 你看兵线还在塔前 也不会太着急用自己的被动去烧兵 让兵线往外推 而且对于这种没有位移的竞争英雄来说呢 他也不太超级去断线 好了 打出被动了再年两下 作为我们英雄联盟 这个英雄的历史上啊 无论端游还是手游 铁南这个英雄往往就被三个字所代表 那就是数值怪 可以 那就是数值怪 代代版本都有这样的数值英雄啊 而且现在做得比较好的是 他现在三技能是一个主要的起手技能嘛 现在兵线推到中区的阶段 他也是能够主动来打一个先手 主要我不敢想啊 到五级有轮回绝境之后怎么办 还在打挂虚弱 反手卡莎也挂火 要到五级了 铁南 铁南会先到五 再敲一下到五级敲闪了 艾伯尔克你虚什么呀 啊 这个闪现是往后敲的吗 不用虚的 对啊直接点名啊 拉到轮回绝境的拉回来 这就是数值怪的魅力 但是不用轮回绝境一狼头敲出暴击 还是用了用了在轮回绝境里面敲死了 是的 对 这个特效 确实 数值怪 数值怪的魅力 我太太懂这种英雄了 也不是太懂这种英雄 我太懂作为一个射手面对这种英雄的感受了 嗯 但冷静思考一下 这波他其实如果到五的一瞬间的这个闪 他直接点名就好了 对的 真的直接点名就好了 可能会省一个闪现 我也能理解 艾伯尔克可能 阔别职业赛场已久 而且他之前打的是把野 可以 对吧 在线上solo这一块可能确实 不太熟练 哦 但这名选手他的这个我觉得思路啊 很正啊 拉回来 有这个类似于双生暗影的东西 直接打出了卡莎的猎手本能 直接焦大了卡莎 哎 但你看焦了大也敲半血 你还说这不是数值怪 我觉得卡莎这局太难玩了 说实话感觉走远了 我觉得站在卡莎的角度 你没有三剑吧 你想打过这个铁南天方夜谭 不会 艾伯尔克给你三剑的机会 下一个轮回军基本上就是这个卡莎死亡倒计时了 对 马上就要赚好了 看这不行要不要月 呃三技能交了那算了 哦 啊 暴击敲出来 不是 有就吃啊 有就吃啊 小蝉猫了 这属于是 这没道理的 不是每波都吃吧 小蝉猫 上场之后找找手感找找状态吧 而且 你就说我上场之后我选了个卡莎 我对面是铁南 我有什么操作空间吗 呃 行 拉回来 拉到 走了走了走了 再见了再见了 哎这不点名吗 甚至不及 哎 马上说感觉 可能 真的是对伤害的判断 我觉得不如他 打野位置上面那么精确 他可能想等个闪了 但他其实 两边的闪线是同时抓好的 这因为我们站在上帝视角 我们知道卡莎的技能 他没闪 但当时没好 我觉得是一定能杀的 这个血量 防御塔要打他个两三次 但已经足够 简单击杀卡莎了 啊 有空头 但这个杯水车心啊 没办法帮助消炎完解 当前的颓势 你这会儿给他上 那个海克斯霸王龙 我觉得都不行 哈哈哈 哎你别说 这个队局当中 甚至有的人那个龙 他都不做 就当一个摆将 啊 当即将物放塔钱了 只要这个空头激光啊 给到的效果也微乎其微 嗯 撕到了也就只能破个骇骨 我们其实空头给到 又拉了 赛场上比较多的变数吧 嗯 这不先过来 又是一个半写的状态 有点棉有闪 怎么说 要不要操作一下 操作他 他这么稳吗 现在轻到 三星门勾到了 呃 呃 纯伤害 一榔头 我受不了了 就站在这个卡莎的角度 观众朋友们 卡莎在那里故作拉扯了半天 各种打 艾卡西亚的暴雨 不如铁男的一榔头 哈哈哈 就是就纯坐牢啊 这个没有任何 你走位也好 就像之前的这个 那你比如说数字怪 对我们solo赛当中 真是有极强的统治力 对啊 但好消息是 五分多钟六分钟 终于把借弓做出来了 有了借弓之后 卡莎其实在面对这种重装英雄 应该是有一定的拉扯空间 但对面的水晶反射器何尝不适呢 两边都有成装的情况之下 还是难玩啊兄弟 艾伯克甚至让了一个符文 他点了个风暴巨集 这个在solo赛上面非常没有收益的符文 一下暴击 二六零 我这样我非常懂 滴滴滴在解释杯当中 爽局 纯爽局 再敲一下 萧妍你真是每个一技能都吃啊 又是一个伤害符文 辞到了 减速到了 拉回来 铁男还不交大吗 这个他不交 卡莎 没有猎手本能 这么耐心吗 点名一 闪交闪现 平A 高贵的数值 恭喜 艾伯克帮助WCP 真的是扳回一局啊 扳回一城 小盆当中来到了1比1的情况 这个小盆对他们来说也非常关键啊 对 通过两次击杀拿到了今天小组赛当中的 第二小局的胜利 是 虽然我们夏天快过去了 但在这个夏天的尾巴里面 还能够享受我们手游的这个佳妮 就这个气候最适合泳池 冲浪 没问题 用1是吧 没毛病 来吧 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召唤师峡谷啊 由于我们2v2的一个赛是一个盲选的阶段 所以呢 两边在这把比赛都选择出了伊泽瑞尔这个对线能力非常强的英雄 但辅助的搭配两边是有了一个出入 在我们左边wcp 你扫描出门就证明你很老 可以 证明你很老 之前标志了 而且我们的货政条件呢是四次击杀或者说是一万两千块的经济 这个一万两千是两个人加起来有一万两千啊 但怎么光夸人很老 怎么太阳就回了一次加呢 有没有太阳回来了之后塔下先捧个刀 诶你别说 Telz这个EC有点准哦 这个Q没见空过 这个秘术设计师真有点准 上来 再利用一个自己的二技能弹到了三次 诶又中了 诶 赫云的血量下半了 太阳的嗨也被打出来 啊 甚至帮忙挡Q吗 我建议检查一下 有点太准了 Telz这个EC真的是有点准啊 但太阳也抓到了一个Telz在五刀的一个间隙 三技能上来打了一波爆发 但打完爆发之后呢 对面wcp的下路双人组也是想推完线回家补装备 而且这个纳美的Q技能 Easy呢还没有发力的情况下 就已经是能够让EC在 用技能命中率方面换了比较不错的血量 纳美回家已经做出了一个仪式的章节 而Telz的EasyRail回家也是做出了一个吸血鞋 增加自己赖一些能力啊 两边其实辅助选择是都有保护都有那种拼一波的能力的 但讲实话打起来打到五级那一波 我可能更看好左边这个Easy加纳美的爆发 因为站在纳美的这个角度 他大招接一技能的必中 是很好的让Easy去完全打一波爆发伤害 就是他二技能后的大招嘛 就两个人的爆发会非常高 在那一刻 一技能再打出了太阳的太鼓 而反而Easy卡尔玛这一边的话 更是英雄的一个命中率了 尤其是像卡尔玛 他的这个你出手的距离来了 给大了就这一波直接打闪一个大招 命中一技能也命中 但Easy吃了一个虚弱 打闪过去好帅的太阳 这个大闪 直接是调整自己的角度 命中了两个人 在跳子虚弱都没挂上的时候 一个精准弹幕收掉了跳子的Easy 之前全是烟雾弹 引证了三分钟只为了这一波这个大闪 没问题啊 怎么样作为AD选手 我觉得打得很好真没问题 因为手游的Easy和端游的Easy 他的大闪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端游的Easy他的闪现 你大招的时候无论怎么闪现 他是不调整你的出手的位置 相当于你闪的没闪 那倒不是 就对于大招来说 他是不会改变你大招的出手的位置的 但你的闪现可以调整自己的身位 但对于手游的Easy来说 他是能够改变自己起始的出手位置 所以刚刚太阳在第一时间大招的前摇 交了一个闪现改变自己的出手位置 让自己的精准弹幕命中了两个人 这个是手游Easy和端游Easy不一样的地方 对的 刚才打WCP的两个人都有点凑手不及 两个人都被刮到 现在再刮一个大 但目前来自于蓝色方一堆热的大招 也只能是作为一个消耗的作用 强化练死三大招 再来一个大招 那没意思 用这个很关键的平A拿到了双杀 拿到三个人头了 坏 感觉跟一开始的压线情况不太一样 换句话说 WCP这个下入双人组Easy加纳美 有点一碰就碎 你这个有点 纯消耗没问题 但一打起来好像不太对 我觉得打不了了 因为吃了这么多肚层 倾气上领先很多 而且主要是头基本都在Easy的身上 对头在太阳的身上 太阳三颗头 而且现在装备上面的差距真的很大了 你看TELS的Easy只有一个女神类加一个长线的攻击力 而太阳身上已经有三个像了 对吧 已经有三像了 支力的支还没做出来 青春版就差个课程费了 主要现在经济差 包括现在 赫云也比较敢打了 他现在刚才那波团战的胜利 就是自己挤身位二技能 在经济和状态有领先的情况之下 卡尔玛是可以这样压线的 现在再消耗一下 帝国之劳也已经用过了 交大招 空 但是自己反身 还好也扭开了对面Easy的一个大招 卡尔玛的一个大招也是被对面给扭开 那现在大美的最后就体现出来了 可以有回复 缓慢的回复 这波线推出来之后 还是比较考验太阳的进度命中率 三斤的往前 有个小炮兵 但房里塔的动层经不起消磨 强化的心力链再次命中 不对了 不对了 感觉BRK这个2v2的这个表现是 一开始贺云稍微有点不太适应 持技能区别有点多 但是太阳那一波操作操作起来之后 把贺云的士气给打起来了 可以 两个人当中都有能够有容错率的相手出现 回不去啊 这波回了塔没了 两边都要回 这还可以 卡了一个对面回家的timing 那三项直接掏出来 三项打两项 哈哈 没毛病 三项打两项 左边这个 而且从经济上面来看 BRK的下路双组的经济 快到我们的获胜条件了 已经非常接近了 而且现在差的还是挺多的 达到一万两千经济 又跳上来打一套 挂失落 但冰波招已经命中了 再给一个怒炮之效 太阳再挂一个大招 命中了纳美 纳美的血量也到了一个半血 而有这个烟灭宝珠的贺云 也不断的再给对面挂重伤的debuff 但这一波找到了贺云的一个机会 给张片子直接秒掉 4-0的人头处 4-0的人头处 还是在的 只要感觉太阳那一波 是完全把士气给打回来了 他那个大闪是直接 嗯 当然小分能领先 就得看2v2了 2v2加的分是多 没保密啊 啊 这是打英雄联盟这么久以来 第一次感觉到这个下路2v2的对线 那么重要的意思 哈哈哈 射手要哭了 对 来吧看一下我们这最后一局 嗯 维鲁斯打维鲁斯 这个皮肤好像秦郎仙啊 没毛病 穿子之间先命中 没中 那这样的话让你50血 哈哈哈 没毛病 属于让你50血 没想到最后一局 两边是同样选择了射手英雄 在单人路这条线做一个solo 对的 其实同英雄第一个尤其长手英雄 第一个技能命中率 还是比较拼后续手感的 苏鲁斯在红色方 这就比较拼花活了 两边的符文理解 左边是致命节奏 一边强攻 嗯 而且在我们致命节奏进行一个改版 就同步端游死去的致命节奏之后呢 我觉得这一点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的 这我更爱英雄联盟手游了 因为我特别爱这个符文 射手的舞台会更大 对 就换句话说我觉得 其实对于AD玩家来说 手游的环境是不断向着射手玩家在优化和优化 哎 但本身又被一个恶灵剑雨给消耗到 两边恶灵剑雨 释放时机和命中率也比较关键啊 看一下装备理解吧 一开始都是一个红水晶的出门 那就都不假鞋呗 都那个抗性鞋呗 有这种穿甲 小盘甲直接被柳斯充本的情况 打这种中装扇事还是非常好用 但毕竟是屏门英雄的较量啊 桑明快到五级了 要不要大招起手呢 但进草了 给视野死角位了 甩大不 A到不甩大吗 五级打四级 哎 我感觉桑明是不是保守了一点啊 强弓的魅力还在上升 就是 这我觉得如果右边带一个致命节奏 拼到底了 我觉得这不就是个压血量的时候啊 你甩大压血量 压完血量之后 其实奥特末特就是太有机会去打 你看这波再交大 拼一个本命中的机会 化虚弱了 残血能 对皮闪现 没问题 来的晚了点 其实操作都一样 没问题 来的晚了点 那这样 打到了不到三分钟的时间 差了一千块钱 肚层还在猛猛掐 嗯 饱了 走远了 有点 已经 有点难玩了 就 如果 骚明不出失误的话 这把奥特末特的翻盘 是非常非常难的 最关键的后面 瞎人珠心的点 小本人去智 把那个 满的给吃了 并且再推过去 奥特末特是真好看 真好看 对 他这个手感 我听上去 真的很好很好 那为什么不冲一下 狠狠的把握他呢 包得冲得呀 兄弟们 现在 冲完皮肤之后 光看到 这两个都使用同样皮肤的人 却是 各有各的不幸啊 哈哈 可以 骚明这个幸福的烦恼是 再差点钱 再差点钱 可以装备领先的更多 想赚更多啊 要么全都带走 一键中了 预判剑 哎 大空了 大空了 直接把骚明的点赛给点出来了 在对线当中 AD的对位 这个亮表情会嘲讽拉满吗 哪个位置嘲讽这个亮表情不会嘲讽拉满呢 主要取决于看你亮什么表情 啊 就我之前有一个表情出来之后 我特别喜欢是 山海绘卷建模的那个弱豹 啊 那个自从有那个表情之后呢 我就 没改过别的 弱豹的平替 对 有端用那个塞拉斯的弱豹 对的 但现在在我们手游里面是 建模的弱豹 而且我觉得这个设计设计的非常好 因为其实在建模的这个语音包里面 建模本身就是属于那种画牢 对天对地 对空气的那个存在 啊 切片区的御用配音 对 好像对于每个英雄都有非常大的怨念 没错 然后你在打游戏的时候看到他两个弱豹 确实可能会有点影响 我直接红了 啊 这样冰线杀歇军领先 现在对于桑米来说他的容错率会非常的高 嗯 可以任意的找时间 哎呦 回家之后吸血结账三把 啊 赛向之力 哈哈哈 四向了 这这超模 有点超模 就现在我们认真来说啊 对于奥克莫特来说 他这把比赛 我觉得尤且仅有一种翻盘的可能性 就是时间到七分半度从结束之后 如果 如果 桑米送了 这样 就会 有一个推塔的机会 这是看透了一千四百万种可能之后 那唯一的 对 一次 对 就刨开拔网线之后 我觉得 只有那种可能性了 有点苛刻 因为现在装备方面 防御塔 肚层冰线方面 都是朝着 桑米这边在高歌猛进的 啊 但我们不要小条了致命节奏的持续作战能力啊 因为我觉得在致命节奏 A满加射程之后 对于射手的上限还是拔高了太多 但首先你得A满 两个人现在有等级差 有双倍差的情况 看手法咯 看手法 这个大招啊非常关键了 嗯 大招如果能命中 会给到那个猫头一个A满 致命节奏的空间 所谓躲掉 又被偷A了一下 拿了一个强化 强化 怎么说 有魅力的 强化是有点玄学的 可大可小 哎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我玩 我捡这个空头 我拿强化的次数非常多 我 哎 是不是好像他的出现概率会 多一点 我不知道有没有这种 暗 就隐藏这种概率啊 你看 数字方面 变大了 动手 加了点这个伤害 不动手 马上就要变回来了 要选择变大的最后时间吧 大招被锁定到了 哎呦 手位扭开了 这结束了 这个感觉有一点倒心破碎了 而且桑明是没有选择闪现跟的 他完全可以闪现去硬跟 把奥克莫托给击杀掉 那这样下一波兵线推过来的话 对于奥克莫托来说还是一个难受啊 嗯 再A 再A 马上就要到精文弹度层结束了 再A再A 只上最后一层度层了 A满招 继续再A 赶紧来 呃 蓝色帽已经到了 到了 把远程兵清掉 保留了游戏往后拖的最后一丝 可能性 238滴血 再A 致命车子要点满了 哎呦 你看这A起来确实不太一样啊 是不一样 但这个AQMOTO感觉刚才这是一波唯一的机会 大招没转好 嗯 这个就比较难受了 波炎回程的时间 草丛一见 桑明没有成功回程 那这样AQMOTO的大马上转好了 两边都有大招 桑明是有闪现的情况下 这波对拼 左边领先一个空投 现在桑明回不去啊 但其实对于桑明来说 因为他有吸血鬼结账的存在 他可以慢慢的回复 啊 两边蓝量差不多 啊 AQMOTO这样甩技能 又把自己的蓝量给甩低了 桑明现在球稳的话 可以先稍稍清个兵线 找个timey回家 啊 这是最稳的答案吧 他回家得换踢 我觉得现在这波回家 回程的人都得换踢 是的 桑明还不回吗 感觉他刚刚不交闪 把自己玩进去了 还是刚才AQMOTO 草丛把回程时机打断 太关键了 但现在经济层面来看 桑明快7500了 亮个表情 他不会真要以7500 作为一个结束的号角吧 啊 啊 已经到7500了 闪现庆祝 这样恭喜桑明 拿到了今天第一轮的 小组赛阶段的 第四局比赛的胜利 是 恭喜桑明 而且也是帮助BRK 拿到了第一局比赛大场的胜利 嗯 那这样 对于目前为止的BRK来说 他们积累了4分 因为他们只说